蕭敬腾 蕭敬腾坦言,我忠实爱打架,几乎天天往西门挺跑,就连奶奶身重病时,她居然毫无知觉,让父母亲戚的插点情绪崩溃,骂她是恶魔,无药可救,老蕭表示至今仍想不起阿嬷是为什么走的,也坦诚我知道自己很内疚 我初中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,为什么我没办法第一时间知道 蕭敬腾透露当时并没有禁定房见奶奶最后一面,对于家人的不谅解,到现在连她都无法解释 老蕭表示我每天都还看到我阿嬷回家,坐在她每天都会坐的椅子上,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她过世 等到七天后,她才意识到奶奶是真的离开了,肖敬腾情绪崩溃,整个人爆炸,写了很多心里话在大张的纸上,狠狠地大哭一场 老蕭表示,以前家里穷,奶奶一人肩负起全家的重责,连过世的前一个礼拜都还在街上摆摊卖围巾 并透露以前自己真的很坏,因为奶奶身上现金多,所以小时候都会偷她的钱 如今已是京区歌王的肖敬腾,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奶奶能看到她现在的成就 若是能再次见到奶奶,我一定会一直抱着她,带她环游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